白羊座,善良心软当你求一个白羊男帮忙的时候,他们总是很难开口拒绝,白羊男友是单纯的像一个小天使,太容易心软料。 妹子们可以考虑从这方面入手,抓住这只小羊。 金牛座,高度没安全感金牛男的没安感可能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,金钱工作或者感情。 如果女生有份好工作,让金牛有更多的安全感,那么他才会考虑爱情这东西。 双子座,自以为是双子什么都会一点,所以有时候会有些自信过头。 当你不断用甜言蜜语给他灌鸣魂汤的时候,他非常容易相信料呢。 巨蟹座,情绪化,不自信巨蟹男对人会很好很好,但对其他人就会有点过于情绪化,面对自己喜。 换的人,内心戏可以拍成连续剧料,可嘴上一句也说不出来,对于巨蟹男,要多鼓励他,给他信心。 狮子座,死要面子活受罪,有点小小的自卑。 狮子男比较严闷儿,狮子男都是非常爱面子的,可能有时他心里也会有小小的自卑,可他绝不允许别人看出来他的自卑。 面对狮子男,你得小女人一点,敢撤娇,装装可爱都是很有必要的。 处女座,考虑太多,太小心翼翼处女男是十二星座里最难被搞定的星座之一,他们太理性,考虑太多,还夹杂住完。 美主一情节,就算当初你是处女男的女神,两个人尽料,他还是会发现你的缺点,那么你也就不再是他的女神料。 天秤座,优柔寡断,犹豫不决。 天秤男犹豫不决的个性是深刻到骨子里的,与他们相遇的时候,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点,多多暧昧,要学会主动推进你们的关系。 当天秤与几个人同时暧昧的时候,他总是不会取舍。 如果你能尽快宣布自己正牌女友的身份,那么他也就任料。 天蝎座,敏感多疑,没安全感,需要被崇拜感天蝎男珍惜自己心爱的女人,就算你再美,如果不是他的,他也不会多看你一线。 天蝎男喜欢聪的女人,对低智商女人耐心为0,跟天蝎男在一起。 绝不能再让他看到你跟其他任何男人暧昧,别忘记崇拜他,当你崇拜他的时候,他会很有成就感。 射手座,害怕沉默如果在一起的时候,你从不要求他给你沉默什么,他跟你在一起就会很开心。 摩羯座,工作比感情重要。 摩羯在感情中好像没有什么软肋,有点无欲则刚的感觉,对于土香。 心男,偶尔去勾搭一下,多出现在他面前制造机会,等住他主动来表白,多半等来的是失望。 水瓶座,自恋当你喜欢上水瓶男的时候,会不会经常有无奈和恨得牙痒痒的感觉,水瓶男也深深为自己的睿智感到。 骄傲,超级自恋,和他人一起,要多跟着他的思路理解这个世界,等他觉得跟你很谈得来,就会经常来找你料。 双鱼座,内心柔软,脆弱双鱼男似乎也有一颗林妹妹的心,你要学会陪他风花雪月,陪他一起做梦,不嘲笑他过于理想化的人生观。 双鱼